南投的双龙瀑布七彩吊桥 7月底正式 6月底正式启用之后 吸引了不少游客 不过才刚刚开放不到一个月 就有民众发现了 吊桥的螺丝防松插销 装设不完成 不完整 甚至有些开口插销 尾端没有完全撑开 不禁让人担心起 这七彩吊桥的安全 南投县府观光处则强调说 并没有立即的危险 插销的装设问题 会再请厂商施工检查 并且改善 美丽的吊桥搞挂天际 游客们开心拍照留念 南投的双龙瀑布七彩吊桥 6月底启用 已经吸引不少民众打卡 但是吊桥表面光鲜 背后的工程安全却出现疑虑 有民众发现 吊桥下方的锁固螺丝 只有部分被插上防松插销 甚至有些插销尾端 没有完全撑开 插销形同虚设 会担心啊 每一个都要有上紧的螺丝 我没有的话怕会影响到 这里游客和鞋里的安全 它本来就是设计为防松的螺丝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防松插的设置 这个部分目前暂时是没有那个利己危险 主管机关得知消息 立刻出面澄清 强调没有利己的危险 表示下方较大的螺丝 原本就是防松螺丝 而其余的插销问题 会在周一工修时段 请施工厂商复查并且改善 确修安全无余 记者曾如成南投报道